狗从山里钓回家一只老虎 饲养两年后画风突变 镜头记录意外画面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都过得非常好 在家庭当中也会养上几只宠物 就像是狗狗 它经常做出一些让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 就像国外的这位小姐姐 在遛狗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失神了一下 竟然让这只狗狗悄悄的逃跑了 寻找了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 只能无奈回到家中去等待狗狗的回家 没想到自家的狗狗在附近的山上 捡了一只小老虎回来 看到这只天真的狗子与小老虎打闹起来 这只小老虎长得特别的可爱 并且身上充满了花纹 这种小姐姐看了也算是欢喜 这只小老虎特别的喜欢喝奶 甚至每天都要喝少好几瓶 过了一段时间后 它的身高与体重有了明显的增长 每天狗狗也与小老虎在家床打闹 就这样过了两年的时间 小老虎也长成了一只威武的大老虎 女子害怕老虎大发凶性 只能将它送入动物园中 这只狗狗与小老虎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 当这两个动物再次相见的时候 狗狗丝毫不怂 看上去就直接把老虎当成了自己的兄弟 这种跨足的感情也让人特别的意外 毕竟动物和人类都是一样的 对此亲爱的小伙伴们是否喜欢养宠物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